大家好 歡迎回到望向編輯部的節目時段 今節我是許傘 另外還有義德台仰 大家好 請記得幫忙讚好這段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香港現在的天口熱 是否特別火爆 不過為何人身上會帶著一些摺刀出街 我也覺得挺奇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吸煙的習慣 我自己是不吸煙的 我也很怕人吸煙的 也很怕別人在等車的時候 在你附近狂暴 就算在附近也會飄到過來 可能差1、2米 他覺得自己已經在閃縫底吃了 也不是站在站裡吃了 難道也不行嗎? 因為你站在等車你就硬吃了 是的 很臭的 就是這樣吹過來 令他整個臉都有一股氣味 尤其是不吃煙的人就很怕這種 不過現在這種情況我認為都少了 因為現在越來越少人吃煙 因為加稅的問題會少吃了 不過雖然說貴了 但是有些人寧願吃小餐飯也要吃煙 不過這真的是煙民才知道 心態究竟是怎樣 我看到這宗案件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的眼睛是否一樣 話說這個彩虹站在6月25日晚上的時候 看到香港很多媒體又說要封站 又說要方便警方處理 又說有什麼斬人案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我第一個直覺 在想是否有些被俗稱為白卡的人士 在站裡發瘋呢? 白卡? 是否有些人本身是躁狂的呢? 又剛好沒有吃藥呢? 所以才發瘋的 如果有人勸你 這裡不能吃煙的 或者你吃煙可不可以走遠一點 也不需要打人 甚至乎要拿手機拿刀插人 這真是太誇張了 現在看到案情曝光的內容是怎樣 話說 25日晚上10點左右 一個22歲的男子和女朋友 走經彩虹站A2出口的小巴站 在等車 一對小情侶 想是否送女朋友回家呢? 殊不知 等一等 有一個中年男子姓鍾 48歲 在小巴站的範圍 應該在等小巴時煲煙 因為小巴站已經屬於禁煙範圍 這個22歲的男子 跟他說聲 威 應該無疑對白就是 阿叔 這裡不能吃煙 但是這個阿叔 48歲的兒子 也希望一邊吃一邊等車 是否擔心時間 我也發覺 其實很多人 他們很懂得 時間管理大師 管理怎樣吃煙 那些 俗稱叫做火車頭 一邊走一邊吃 是嗎? 快脆脆 每個人都要趕頭趕命 要工作 走來走去 所以一邊走一邊吃 是嗎? 我不知道 其實會不會一邊走一邊吃 有另一個作用 因為你走 會快點嗎? 你吸一口氣 因為你心跳也會加速 因為活動的力量大了 你吸一口氣 嘩 入心入肺很多 爽 一邊跑步一邊吃 可能反應更快 是嗎? 會不會更快 因為你的循環 你走的時候 或者跑步的時候 你的血液循環是快點的 那你在這個時候 吸下去 那你的煙癮循環 就更快上腦了 即是刺激了整個肺 哇 真是 想起也令人害怕 其實我也想了很久 也不太明白 其實煙有什麼吸引 我不知道 如果大家這麼懂得把握時間 的話 你有一個不應該吸煙的範圍 如果有人勸你 老實說 應該吃脆的走開 我不知道是否那個小巴站 多人等 還是什麼 十點多 又說現在香港沒有什麼人 殊不知 雙方就因為這件事 而有所爭執 你又指著我來罵 他又指著你 那可能有女朋友在旁邊 又不可以失威 如果你想想 有女朋友在你旁邊 就說 喂 立刻錄音 那些 台影這樣說 其實台影睡了 那樣 他這樣錄過去 就假裝 假裝說電話 你不要走開 我說完電話你就知道死 這樣說到上車 這樣就走了 誰不知 誰不知 互相有點拉斜 估計是否那個48歲的動手 還是怎樣 說什麼英俊 那些 誰不知 不是打他 立刻拿著把弱毛五吋長的萬用刀出來 嘩 嘩 就插進去背部 最大範圍 是瘋狂的 是瘋狂的 死人啊 究竟是不是那個人吃錯藥還是什麼 你怎麼會拿衣服才行 還有為什麼 有什麼必要 身上戴著把萬用刀才行 他是不是就是 其實準備隨時襲擊人 現在遇上一個人 好了 你就是一個好的目標 所以就立刻拿東西 那我又看看他那個萬用刀是哪些朋友 不是那些瑞士什麼的那些 就是那些有得開啤酒 然後又擰紅酒 接著又不知 批手指皮 批腳皮 那些 剪指甲 那些 有那個就麻煩一點 或者有個 迷你 的剪刀仔 在那裏剪一些東西 那些 那種 我有時都會有一把 可能預算去爆箱 例如去便利店拿貨 然後即時爆完箱 那箱就扔回便利店 那便最開心 有時都會這樣的 但是這些看來不是的 大哥 就這樣彈尖的位置出來 就糟糕下去 還有 叫你不要吃煙 也不用拿刀插人 簡直是瘋的 可能是一些人以為自己有把刀 可以嚇人 你現在這樣搞 就闖出一個大禍 現在有些相片 就刊登出來 就見到這把刀都不小 雖然是把摺刀 但你見到那個刀口 都挺長的 如果真是 噓得正的話 是拿人命的 就算現在這樣傷了 那些筋骨 那些都不好 對吧 是啊 那變得我背部 就發聲 就濕了 那很快 東九龍衝鋒隊的人員 就馬上趕到這個現場 也將這個48歲男子 以這個涉嫌公眾地方打鬥和商人被捕 另外這個22歲的男子 男朋友也沒計算 因為你跟他扭打在一起 都是公眾地方打鬥的罪名 就將他拘捕 不過他背部是這樣的 要先送到議員 兩個都有點受傷 因為都有還拖 我們看到吸煙的狂漢 應該都有精神病 無緣無故你想想 你這樣拿東西 誓人的話 你要負責 要上身 別人的女朋友 你能打多少個呢 對吧 你沒辦法叫他走得到 因為看回這個被捕的48歲男子 他的造型 應該是造型分 都獲得滿分 即是以騎禮和怪異 這一身的裝束 是一件白色 不過穿得很梅梅舊舊的T-shirt 還有一條未合膝蓋的黑色短褲 就再加了一個斜背包 那個鞋 我不知道穿什麼 究竟穿粒還是怎樣 整個造型分 都是比較是怪異 些 大家都可以留言說 現在城市上 如果這麼多這些人 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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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說 例如不要吸煙 可不可以借一借開 或者可不可以養一養 或者可以幫忙什麼什麼 或者你這樣阻礙我 或者你這樣影響到我 原來一言不合 就會要不就打你 要不就粗口罵你 要不就發花瘋 再不就是MMA 因為最麻煩就是MMA 你沒理由被人狂砌 你也不還拖 不過這也可能是好看 他們雙方當初溝通的情況是怎樣 會不會是另一個情況就是 勸他不要吸煙的那個人 在他勸的時候那個態度是怎樣 會不會一看到他馬上渴望他 會不會這樣 所以導致他貼了總仔 跳仔 跳仔跳到就要勒武器 這個太誇張了 我不知道他跟他說了什麼 或者可能在女朋友面前要贏 叔叔不要靠叉吸煙 走X才開 那裡 掉下 凍 聲色 說完這些話後 可能是跟女朋友擁抱 男朋友抱著女朋友的腰 然後女朋友的雙手頑抱著男朋友的頸 然後就說他很帥 嘴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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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 你想想這個 覺得自己更好有單身狗 再看一看自己這身的造型 怎麼能追求女人呢 當自己悔恨自己 一條爛牙 孤孤獨獨等小巴的時候 煲枝孤獨的煙 男人的浪漫 還要被人干涉 對 還要被你狗這樣說 我22歲的時候也有很多女人追求 然後想得多想 再洗它 再多吸一口煙 煙又貴 碎又重 心情又不好 吃一支煙 享受一下 還要被這些年輕人喘 哇 人生多麼悲慘 一支煙頭扔到地上 用涼鞋的鞋底搓出它 再看一看一支煙頭 我熄滅了 感覺自己就像這個煙頭 被這個年輕人 就像無情的梁鞋一樣踐踏我 我的尊嚴 我的人生 已經一點光芒都沒有 殘疑點點的煙味 還要被這個死的年輕人歧視 嘩 想想想 走動一句 我的人生已經玩完了 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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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 所以就創出這個大禍了 還是冷靜下來的時候 究竟會覺得是什麼一回事呢 這個我們不知道 希望他可以更多健身 撿撿自己的造型 還是怎樣 要積極一點 做人不要吃煙 隔掉他 一來省錢 二來容易點追女 現在這個時代 不流行吃煙 對吧 或者先撿好造型 不可以說等到有女兒混合 才撿好造型 不行 你別遲了 雞鮮還是蛋鮮 這個不是 你的造型要先有 你才容易混合到女兒 或者有女兒會留意到你 對嗎 等於這樣 昨天我跟棠說 我拿一輛車半年去 回原廠保養 換一下機油 換一下東西 那時候 因為要結帳 換完所有東西 我看到結帳的那個 那個服務員 很美女 還沒說很好 很美 有沒有交換聯絡 不行 我不敢跟他說 因為那時候 我已經幾天沒有剃帳 幾天我 睡得不夠 已經有黑眼圈 還是怎樣 造型也是相當之騎 但沒有像這個 短褲、梁鞋 但是那個感覺 好像放監出來的那款 連頭都是生意失敗的 不過他都願意對著我微笑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好女孩 就是這樣解 所以你不會去問 去找LINE的交換 其實就是這樣解 無論如何 我們希望這個 阿哥 第一次出門的時候 那個造型分 可以拿高一點 好嗎 要啊 沒錯 好今次我們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